來到西灣路與康寧街口 只見工作人員正在以強力水柱清洗中 在西灣路一二段有強強的基隆河防水堤防 只是從蓋好到現在外牆都沒有清洗過 時間一久長青苔卡污垢又黑又髒 非常感謝水利局委員他們爭取了這一筆的經費 步道過來的時候把這一道外牆 擋主牆外角水牆前面的刷洗一次 但幾十年來都沒有刷洗過 那這次刷起來讓這個黑白分明非常的乾淨 這個亮度全部都跑出來了 所以最近相關單位也在進行診斷 將外牆用強力水柱清洗 只見沖洗前後比一比黑白兩色差好多 民眾也說乾淨多了 早智公廟對面那裡的壁堂 很久沒有洗過了 現在已經市政府跟公司和理事長 有提起一個意見去整理 現在十歲有很乾淨 看得很輕鬆啦 不然那是很用的 很垃圾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整理好了啦 然後可能那個拜託這個 這個石頭還要再彩繪一下 那更漂亮 那感覺上就很舒服啊 這個這個外牆都很乾淨啦 釘子喔 因為這裡喔防部選舉的時候有一些釘子喔 那我要 我也麻煩他們喔 同時喔 這個工程的時候把它抹掉 不然的話行人走在這裡會去刮傷 這個釘子都跑出來了 就像這個點 這個都會去刮傷 很多 很多黑一點都會去刮傷 所以拜託要把它抹掉 你看這個都很危險 這個都很危險 江西灣路這一段的堤防外牆進行整理 目前已經清洗完成 讓江北裡的門面景觀都變好 這場慧玲西紙採訪報導